肺部靜脈酸射是國內近幾年來 造成產婦死亡的一大原因 因為在生產後長期久握床上 血液循環不佳形成血栓 若突然下床活動 較大血塊就可能堵塞血管 導致休克 嚴重足以致死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秘書長 黃建沛指出下列四點 都是肺部靜脈酸射的高危險群 懷孕前65公斤以上 或者懷孕中 你體重超過80公斤以上 那你可能碰到的風險就會來比較高 所以懷孕前跟懷孕中的體重控制 這個很重要 那第二個就是年紀大的孕婦 容易遇到 像高齡產婦 他發生率就比人家多 所以盡量在適當的年齡 懷孕是比較好 第三個有抽菸的人 這個風險會比較高 第四個如果他是接受人工受孕的 或者是懷雙胞胎的這些 他因為肚子大 然後壓迫比較厲害 他的風險比較高 至於要怎麼預防肺部靜脈血栓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黃敏兆表示 產婦生產後還是要儘早下床活動 尤其是剖婦產的產婦 應隨時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我們都盡量鼓勵 自然在六到八個小時要下床 剖婦產一定要在二十四小時內下床 尤其是剖婦產的病人 他的平躺時間太久 所以這些很多血管酸塞的病人 一分其來大部分都是剖婦產的病人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教育 能讓我們的孕產婦 知道身體的健康 健康是最重要的 在迎接新生命的同時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提醒每位偉大的媽媽 安胎期間可在床上多做簡單的伸展運動 都可有效防止靜脈酸塞的發生 原事新聞 Hunleaf 許家榮 台北市採訪報導